今天讲讲泰山的故事 泰山很特殊 他并不高 别说跟昆仑山比了 即便在五岳里 也只能排在第三位 但是 他的地位极高 被誉为五岳之首 山中至尊 秦汉之前有72位君王 在泰山进行封神活动 被尊之为宗山 唐玄宗封泰山神为天启王 宋真宗家封泰山神为王 为帝 关于泰山地位为何那么高 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 我这里就不搬门弄斧了 我就讲点关于泰山的故事吧 我小时候住在徐州那边 离泰山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 不过人就是这样 往往对身边的美景 视而不见 都向往着远方 不去泰山 还有一个原因 我小时候听人讲起泰山的一些诡异事件 让我对他有点恐惧 我之前说过 我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 其实就是个暴发户 他发迹以后 就喜欢招一些江湖人士去家里 那时候 我们家的大门常年不锁 家里摆的流水宴 路过的人 不管僧 道 官 匪 只要进来报一声名号 就可以入戏吃喝 临走 还有盘缠送 徐州有汉墓群 自然也就有盗墓群 当年有个盗墓的老人 老去我们家送古董 在我六岁那年 我父亲拉了一车古董 去了北京建保 据说有一尺高的金佛 各种古铜器 还有成堆的鱼片等 也不知道捐到哪里了 据说换回来了一张奖状 也不知道是哪里颁发的 这个老人姓朱 我叫他朱爷爷 他很喜欢我 据我母亲说 他原本可以不给我们家送古董 因为他很讨厌我父亲 但是因为太喜欢我了 所以拿到好东西 就赶紧送过来 我母亲开始不喜欢他 因为盗墓这个行业嘛 损因得 而且下手黑 这个行业是死里求生 最邪性的行业 当年当地有个恶人 叫张老七 他兄弟七个 上面有六个哥哥 他们家是陆匪 控制了当地的几条运输路线 有路过的货车 都要向他们家收费 陆匪生意 故已有之 他们家的生意 是从别人手里抢的 抢得非常血腥 当年控制这块的陆匪有几家 张老大身上绑着雷管 去了最大的一家陆匪家 当场引爆 灭了对方满门 后面还有两家不服 他们家又派了两个兄弟 灭了两家 震惊了全县 被誉为当地第一大黑手 张家七人 最小的老七最多 张老七有一年上街 有个叫花子 不小心碰到他 被他踢得皮裂 没送到医院就死了 这个叫花子和猪爷爷是一个村的 猪爷爷就找人把他绑了 丢在了古墓里 放出话来 他们村里几百个老少爷们 都准备好了 就等着他几个兄弟 绑着雷管来炸了 后来张家托人 求到我父亲头上 我父亲也很讨厌他们家人 但是都是江湖儿女 也不好太推 只好拎着四色礼物 抱着我去猪爷爷那边 喝了一顿酒 张老七才被放出来 不过也已经失毒入脑 成了个半傻子 经过这个事情后 我母亲觉得他人也不错 而且我父亲觉得 认这个爷爷也挺好的 以后我要是做点古董生意了 搞点黑道买卖什么的 也有人照应 你们看看 他对我规划的什么鬼人生啊 所以偶尔也放我过去他那边 猪爷爷他两个儿子 都在盗墓尸死了 他也早就不下墓了 主要就是做个化石人 帮大家处理一些纠纷 处理一些脏物 他很孤独 他喜欢我 应该就是因为他孤独 我小时候有点自闭 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 安安静静的 一句话都不说 读书或者看水 看星空 他有时候忙完了 就过来看看我 没事的时候 就给我讲一些故事 不过他讲的故事 都不太适宜孩子听 什么张老大如何绑着雷管 给人家灭门了 携老五通奸 被人家抽了脚筋 携到人割了好多 小男孩的钉钉炼药 这事情当年传得很响 甚至我小时候都是扎辫子 当女孩养 就怕被人盯上 现在想想 这简直就是童年噩梦嘛 不过我还听得津津有味的 他当时就给我讲了一个 有关泰山的故事 他说 泰山是一座神山 越是神的山 里面的东西就越邪乎 因为天下万物 都是相生相克的 上面的东西越厉害 底下镇压的东西就越邪性 泰山邪 自然也表现在泰山的古墓里 都说古墓古墓 其实主要还是清朝的 民国的多 明朝时期的都不多见了 唐宋大墓这辈子都没见过几个 因为中国自古就有盗墓之风 有大墓 古墓的地方 好多几百年前就被掘过了 哪还轮得到他们 要说邪门 还是秦汉古墓 就像秦始皇陵 仅仅发掘了外围一点 就出现了许多神迹一般的东西 里面根本不敢碰 不过最可怕的 还是秦朝之前的古墓 上古时期的大墓啊 好多根本不是藏人的 我当时还小 还听不懂这些 就问他 这些墓不是藏人的 那是藏什么的 他就苦笑 说他们当年在泰山盗墓时 挖开过许多怪异的大墓 有些墓穴里根本不是人 有些藏了一个石人 额头上还有一只眼 有些藏了一副龙骨 脑袋上还有两只脚 还有的金鲤鱼衣 里面的人看着栩栩如生 结果用手一碰就风化了 散称的七彩迷雾 像是飞仙的一样 还有的古墓里 放了许多怪异的青铜器 造型很古怪 有点像很高级的飞碟 重重叠叠的 还有像机械的飞鸟 总之都很精密 不似人间的东西 他说 最可怕的还是最后一座墓 我问他 那座墓里葬的什么 他摇摇头 说 不能说 我问他 为啥不能说 他说 他答应过别人 一定不能说 我问他 你答应的谁 他说 我年轻的时候 盗墓成风 以河南 陕西最厉害 当时有个公认的盗墓高手 统一了御陕 成了当时的盗墓王 盗墓有钱 但是有一个不好对外启齿的后患 盗墓绝人祖坟 断子绝孙 所以好多盗墓人都没有后人 这是真的 朱爷爷不必说了 他说好多盗墓人都绝后了 有些是盗墓时 儿子死在了墓穴里 有些是得了怪病 更多的是 孩子生下来后很怪异 有些是畸形 脚长像鸭脯 有些干脆没肛门 民间骂人说生孩子没屁眼 总之没几个正常的 当年盗墓王秘密召集他们 说上面来人找他谈了 让他带人进一个古墓 许一件东西 能给人间最高的报酬 其他人自然要问 人间最高的报酬有多高呢 盗墓王说 死后以国礼相待 国礼相待是怎么待 盗墓王也不知道 但是他师父 当年一个叱咋风云的老头子说过 在牛逼的江湖人 为何还要归顺 就是国家气运 可以扫掉你的一切罪孽 诱护你入轮回 不惹尘埃 这话文皱皱的 一帮盗墓贼就听不懂了 盗墓王说 他妈的就明白说吧 干了这个事情 以后生了儿子 就不怕养不活了 狗娘的就可以传宗接代了 大家终于明白了 二话不说 草贪娘死都得干 猪爷爷当年并不想去 毕竟自己已经绝后了 但是想着照顾同村的几个人 还是跟着去了 他们当时为了进入那个古墓 需要绕开许多凶险的地方 以及进入一些小墓 就是那些葬了许多非人的古墓 最后终于进入到了那个终极所在 取出来了那个东西 猪爷爷说 从那个古墓出来后 队伍只活着出来了五分之一的人 活着出来的人 有人疯了 有人出家了 更多的像他一样金盆洗手了 不过他们到底在那座大墓里遇到了什么 不管我怎么问他 他都不肯说 只是说那不是小孩子能知道的事情 又说自己也搞不清楚 这就是我最开始对泰山的印象 有些好奇 有些恐惧 弄不向往 再后来 我去了苏州 有一年春节 我们做了一款陶服 就是千门万户同同日 总把心逃换旧服那个陶服 在明朝之前 中国人并不挂春联 而是挂陶服 就是用两块陶木板雕刻的身书 玉雷两位神将 挂在大门两边 辟邪也吉祥 做陶服 自然要用陶木 我查了查 山东肥城是陶木雕刻之乡 就去了那边谈合作 去了那边 我还担心 他会不会用其他木料 老板就笑 说绝不可能 他解释了一下 说他们这边的陶木啊 漫山遍野 到处都是 烂建 平时都当匹柴烧 谁会用其他木头啊 想想也是 我就问他 为啥肥城多陶木 他说 泰山脚下 乾坤浩荡 数多五目之精 人多凛然正气 我就笑 心想你一手抓酒瓶子 一手抓烧鸡的样子 可不怎么正气凛然啊 我在肥城盯了二天 激起轰鸣 吵得我头昏脑胀的 老板虽然很热情 笨笨请我吃德州爬鸡 喝高粱酒 也喝得油腻 干脆出去走走 这里挨着泰山 其他地方也没啥可去了 干脆决定去夜爬泰山 夜爬泰山 一般是凌晨开始 五六个小时爬上去 正好赶上看日出 我也不在乎看不看日出 晚上喝了一大碗 山下羊肉汤 喝得美滋滋 就买了一个登山帐 开始爬山了 我年轻的时候 一晚爬过华山 华山已显著称 我轻松上去 感觉也没什么 但是我忘了 当年我还年轻啊 现在是真不行了 我开始还挺得意 一个劲往上窜 结果爬了没多久 就腰酸背痛 气喘吁吁 只能靠在世界上休息 讲一个橡树大师的故事 特别牛逼的那种大师 结果又累又困 眼皮发沉 昏昏沉沉就想睡觉 亮亮呛呛又走了一段 终于熬不住了 找个地方就躺下了 想着鲜蜜一会儿再说 盲龙中 就看到一个小老头 背着一个酒葫芦 在那且行且唱 走到我这里 就停下脚 和我攀谈 问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家里有几口人 可曾昏沛 我困得要命 又烦又闷 只想把他劝走 他却越来越兴奋 不仅不走 还要上来拉我 说带我去一个好地方耍 我正在挣扎 就听见旁边 猛然传了一声低贺 那声音不大 却极其振奋 像是有人朝我兜头 浇里一盆冰水 让我睡意全无 一下子震了起来 爬起来看看 却下了一身冷汗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 还好被一棵歪脖子松树 给拦住了 不然搞不好 真会跌落山崖了 再回头看看 山下有个老人 白须白眉 剑步如飞 几步就走了过来 对我说 算你命大 摄生牙都敢睡觉 他说 这里是古人殉情的地方 阴气极重 还好柳仙护住了你 他说柳仙 我以为指的是蛇妖 因为东北五大仙里 蛇仙就被称为柳仙嘛 他摇摇头 说不是蛇妖 是成经的老树 统称为柳仙 他说西游记 没看过呀 一堆藤精树怪 拉着唐三藏结婚 就是这些柳仙了 他们倒没什么恶意 只是闲着无聊 偶尔装弄装弄人 偶尔也会救人 老人说的邪乎 我也有些后怕 当时就感谢了他 看着呼啸的寒冷 再也没有登山的性质 想着赶紧下山去吧 没想到 老人却说 半夜下山可不十分稳妥 因为泰山下面可是地狱口 我问他 地狱口是什么意思 他说 泰山自成三界 天界人间阴间 泰山的玉皇顶 就是仙界了 是神仙住的地方 代庙是历代帝王 风扇祭拜的地方 属于人间 下面那个浩里山 供奉着十殿阎罗 古人说魂归浩里 就是阴间了 他说的真真假假的 让我也拿不准 不过倒看出来 他是个高人 我赶紧跟上他 想着跟他一起走 也有个照应 那晚上月光很好 月光洒在山上 能看到远处 重重叠叠的山脉 老人很健谈 边走边给我指点 他说 探寻风水宝地 也被称为寻龙 为什么叫寻龙呢 就是因为地脉 高高低低起伏 就像龙腹于大地 你就看哪个山脉 月相龙 哪个山脉就好 这叫造势 除了观星以外 还要看光 你仔细看 山形何几 分几的地方 有些地方会有一些光圈 有些七彩的光芒 这种有光圈的地方 就是有极光 这种就是风水宝地了 我有些好奇 原来寻找风水宝地 那么简单 岂不是人人都会了 老人冷哼一声 说那你因为你站在龙头上 一览中山小 才会这么说 我问他 龙头是什么 老头说 就是泰山了 我不明白了 老人解释说 天下龙脉出昆仑 中国有三大主龙脉 皆发源于昆仑 分别为北龙 中龙 南龙 北龙从阴山 赫兰山入山西 起太远 渡海而止 沿黄河过青海 甘肃 山西 河北 东三省 一直接到朝鲜的白头山 北龙的龙眼 就是北京 南龙由云贵 湖南至福建 浙江入海 随长江贯穿云南 贵州 广西 湖南 江西 广东 福建 浙江 苏南地区入海 龙头在上海 龙尾在台北 中龙由明山入关中 至秦山入海 通过黄河 长江之间的地区 包括四川 陕西 河北 湖北 安徽 山东 到达渤海中止 龙头为泰山 他感慨说 可恨三条龙脉 被斩断了二条 只有北龙 独木难称了 我问他 那两条龙脉 被谁斩了 他说 那可多了去了 古代好多皇帝 怕气韵被夺 都要去斩龙脉 断风水 你去看看中国的地名 凡是叫断龙 扶龙 斩龙的地方 都是被斩过龙脉的 天龙被斩了两条 小龙不计其数啊 他说 不过现在不会这样了 现在是人民当家做主了 据说已经开始在修复龙脉了 我近年来泰山 每次都觉得泰山灵气恢复了一些 感觉中龙在复苏了 在推演推演 发现南龙的断尾也要虚上了 我突然想起 当年朱爷爷他们接到密令 偷偷潜入泰山古墓群 取一件不似人间的东西 会不会也和修复中龙有关系 这么想着 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 登顶的那一刻 恰逢泰山日出 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紫棋东来 万物复苏 仿佛巨龙苏醒 桓泰山扶摇直上 屁拟天下 写完这个故事 已是深夜 我站在阳台上 看着下面璀璨的灯光 奔腾的车流 又想来那个人说的那句话 三龙巨首 中华崛起 他说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要到了 关于北龙 前几天还听说过一件 龙行风水的事情 和在美国刚被抓的 那个大商人有关系 等有时间可以讲讲 很有趣 当然了 风水龙脉这种 多是江湖舒适的说法 缥缈玄幻 当不得真 大家随便听听好了 好了 闲话休题 让我们继续讲泰山的故事 我从北京回苏州 路过济南时 顺带去看了看一个老前辈 这个老前辈 身份比较特殊 他是一个守灵人 提到守灵人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中国历史上最常胜不衰的 超级家族是哪家 可能有人说是王家 毕竟是古代四大门阀家族之首嘛 也有人说是赵家 所谓赵家人嘛 其实不对 是孔家 对的 就是孔子那个孔家 自从汉朝时 董忠书提出霸楚百家 独尊如书后 历代帝王都开始了对孔家的加持 唐代称他为文宣王 元代则成了大成至圣文宣王 明朝尊为大成至圣先师 而且对孔子后人赏赐加封 明代时 孔子后裔的衍圣宫 由三品官生为了一品官 清朝的衍圣宫 可以在皇宫的玉道上 与皇帝并行 清朝皇帝去孔庙室 也要向孔子行三贵九寇治理 所以从历史长河来看 孔家才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家族 哪怕朝代更迭都影响不到他们 几千年沉淀 孔家底蕴之强秘密之多 远不像大家看到的这样 古代大祖盘根错节 深不可测 但凡能支撑上千年的大祖 都藏着许多秘密 许多大祖都分为阴祖 阳祖 阳祖就是可以在阳光下行走的族人 顶着光辉和灿烂 获得荣誉和赞赏 继承发扬大祖的名声 而阴祖 则是隐姓埋名 默默替阳祖做一些脏活 哪怕是入狱死掉 都不得和阳祖有关系 避免误了家族名声 一代宗师讲 一门里有人当面子 就得有人当李子 面子不能沾一点灰尘 流了血 李子得收着 收不住 露到了面子上 就是毁拍灭门的大事 江湖是这样 家族也一样 我认识的这个守灵人 就是给孔家守灵的 不过我总觉得 他不像单纯守灵那么简单 应该还怀有其他使命 不过他从来不说 我也不问 谁还没点秘密呢 他只是偶尔提过几句 孔灵并不是那么简单 他在数千年来 一直在修复 盖进 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讲究 比如那里多是跪拜和楷树 这是防乌鸦的 建筑石在材料里 添加了大量的熊黄和珠沙 这是驱蛇的 所以才能乌鸦不期 蛇类远臂 我问他 孔灵是不是文革石都被毁掉了 他悠悠地说 几千年来 战乱 冰火多了 这算什么 早就有了应对之策 好东西早就收起来了 动不了筋骨 这一句话我是相信的 因为我结婚时 他送了我一块三生石 杭州天珠山 法镜寺西侧 有一块三生石 不过这个只是应景而已 守灵人给我的 据说是孔林里的 真正的三生石 夫妻合葬石 在坟墓里放一块 可保三十夫妻缘 我认识这个守灵人 还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时候我还念小学 我小学有几年 是在微山湖畔 我姑姑家那边读的 一个极其贫穷落后的小渔村 那个小渔村虽然小 学校也很破 但是学校脾气却不小 搞了一个早课 要求所有学生 每天早晨六点到七点去学校 上一个小时早课 上完早课后 采访学生回家吃早饭 吃完后再去正式上课 那个学校特别破 电灯还老没点 所以我们还要自己带灯 一般是弄一根蜡烛头 还有好多人弄个小菊灯 西瓜灯绳的 或者用酒瓶盖子里面 弄点蜡油 茶根棉条做灯筋也成 我姑姑家穷得要命 连个蜡烛头都拿不出来 我就不带灯 凑着别人的灯读书 简直就是现代版的 早笔解光 想想也够凄凉的 所以可想而知 只要有点机会 我就会逃学 后来终于在大学时退学了 可被功德圆满 我遇到守灵人那天 就是这样一个早晨 大头上挎着一个布袋子 书包 一走三晃地去学校赶 结果看到一个 疯疯癫癫的糟老头子 在那哭喊 就差了一个月 就差了一个月呀 然后昏厥在了湖边 我一看 哎呀 大好事啊 我要学雷锋做好事 救助老人 今天的课我逃定了 然后我就使出了吃奶的劲 给他拉到了老柳树地下 又是掐人中 又是灌水的 好歹给他弄醒了 他醒来后 看了看我就走了 说以后自会相见 我早就忘了这件事了 后来有一年 我去济南 当时认识了一个 山东师大的女生 我们俩去大明湖畔游逛 走了一个亭子处 被人叫住了 那人问我 十几年前 是不是在威山湖畔念小学 救过一个老人 我想了半天 才回想起来 哈 原来是这个老人 老人说 他姓高 之前在屈服那边 干了大半辈子 后来年纪大了 就换个舒坦点的地方 济南这边谁好 他就来这边了 具体工作 是在湖边的公园 看大门 让我们以后 如果遇到走投无路的事情 可以过来找他 我心想 你一个看大门的 能帮我办什么事啊 来公园免门票吗 这个公园本来就是免费的 后来我才知道 他这句话 不是说给我的 许多年后 我和那个师大的女生 早就分手了 之前联系的电子邮箱 也不用了 有一年 我无意中 打开了那个邮箱 发现他好多年前 给我写过一封感谢信 信里提到 他父亲是当地一家 很大的国旗的二把手 性格耿直且暴躁 因为他不愿意和一把手 同流合污 所以一把手就设立一个局 把他父亲给关了进去 他们家囚告无门 走投无路 最后这个女生就来大明湖了 他过来不是为了求人 是为了寻死 结果到了湖边 他被人叫住了 就是这个高老头 高老头身边 还陪着一个大人物 大人物身边 有几个便衣警卫员 高老头叫他过来 问了问情况 他就一五一十说了 旁边那个大人物听了听 问了问他父亲的名字 就让他回去了 第二天 那个一把手就被抓起来了 他父亲升任了一把手 这个妹子很高兴 信末还说了许多 让人脸红耳赤的疯话 还附了一张照片 我看了许久 最终删了这封信 毕竟我媳妇还是挺厉害的 对待前一有最好的方式 就是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就好了 我心想 看来这个糟老头子 还有点本事 后来每次路过济南 我都去看看他 有时候一起吃顿饭 有时候陪他喝壶茶 有时候去大明湖走一圈 他偶尔心情好了 也会跟我讲点江湖意识 比如南蛮子憋宝 把大明湖的三族金蝉 弄到了西湖 所以山东经济垮了 这也讲起来了 这些事情嘛 真真假假 谁也说不清楚 前几天 我从北京回苏州 路过济南 也去他那边坐了坐 原本是点个锚就走 没想到 他听说我在写泰山的故事 先是把我大大嘲笑了一番 然后要求 我跟他去一次泰山 让我看看真正的泰山 我其实很不愿意去 大冷天的 这时候爬山 去山上吹冷风 冻成狗 简直就是有病 这时候就应该找个有温泉的度假村 在那边泡泡温泉 喝点小酒 随便吹吹牛 美滋滋 没想到 老头子说 这次的确不是爬山的 就是带你度假的 温泉加小酒 跟你说的差不多 我说好啊 我刚在网上搜了搜 说这里有个温泉酒店不错 我们可以过去 老头子傲然道 不需要 一切我来安排 我心想 好吗 好歹要沾一次你的光了 莫不是什么大领导亲自接待 他说 来接我们的车马 比较特殊 不方便进车站 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我们走出去找他吧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专车 结果走出去了吉里路 最后在路边看到李两龙用三轮车 开三轮车的棒小伙 给我们拽上车 就光光光开了起来 这车真的很厉害 说话都说不清 电得我差点吐出来 好容易到的地方 是泰山脚下一个农家院处 高老头很高兴 跟我说 到了 到了 里面有个比他还老的老头迎出来 特别高兴 给我们拍打着身上的灰尘 拉着我们的手 让我们赶紧进屋进屋 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好 高老头给我介绍 说这是他一个小兄弟 姓曹 你就叫他曹叔好了 然后跟曹叔介绍 说我是他大侄子 是个作家 写诗的 来这里猜猜风 写几首诗啥的 曹叔立刻肃然起敬 说我一看就有文人气质 问我跟李白笔 谁的诗写得好 我憨憨糊糊说 差不多吧 都差不太多 然后说 哎呀 走了那么久 还真有点饿了 有什么吃的没有 曹叔立刻说 上菜上菜 还有酒 都端起来 今天你们大老远来 给你们吃点吃的 我对泰山美食 其实没抱什么希望 所谓泰山三美 就是白菜 豆腐和水 你们听听 就这东西 怎么做能好吃 泰山水清炖白菜豆腐 没想到 走到屋里 发现屋里 弄了一个土灶 底下霹里啪啦 烧着木柴 上面的大锅 咕嘟咕嘟滚开了 打开大锅盖一看 一边是底锅鸡 一边是地锅鱼 香气扑鼻 曹叔开了酒 是很老的培工酒 我们先干了一中 急辛辣 感觉嗓子眼里 都往外蹦火星子 我赶紧捞了一个鸡腿吃 鸡肉劲道有嚼劲 味道极其鲜美 我说 这个鸡肉好吃啊 是小土鸡嘛 曹叔说 你尝尝这鱼 这鱼当地都是油炸吃 今天太冷了 干脆地锅炖了吧 高老头说 你有口福啊 这鸡是泰山上 散养的老公鸡 都是吃着天才地宝长大的 那个鱼嘛 就更厉害了 这是龙鱼 我问他 为啥是龙鱼 他说 这是泰山赤鲤鱼 几年前就一千块一斤了 我问他 为啥那么贵 高老头说 泰山要无知 说赤鲤鱼方头巨口 龙须龙目 全首四龙而五角 应得赤字 以其性习语 而得林字 所以这鱼其实叫赤鱼鱼 民间叫错了 叫成了赤鱼鱼 我说 赤的确是龙九子之一 是五角的龙 长了一个龙头 不过这种鱼 我看着也挺平常的 怎么能和龙有关系了 曹叔说 泰山的赤鱼鱼 和其他地方的不一样 泰山这里是金赤金鱼的 我们叫金赤鱼 其他的鱼是青色的 叫铁赤鱼 那就不值钱了 我说 看来泰山风水的确好 鱼的颜色都不一样 曹叔说 是啊 毕竟是龙脉出的嘛 不过现在金赤鱼不好吃到了 现在是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了 不能吃了 我说 那我们这些呢 高老头说 我们这当然是养殖的 自己养在家里的嘛 这个能吃 我看了看金贝 没说话 赶紧加了几条吃 吃饭时 我偷偷问高老头 曹叔是干什么的呀 他说 农民啊 种地的 养几只鸡 养点鱼啥的 我说 别闹 秘你身份 他心不在焉的说 秘你身份啊 跟我差不多 我精了 也是收孔灵的 他说 不 他是守台山农卖的 我一下子蹦了起来 终于明白 为啥要带我来见他了 高老头也吃饱了 放下筷子说 这是我大侄子 你给他讲讲 泰山龙脉的事情吧 曹叔犹豫了一下 放下筷子说 关于泰山的事情 他知道的也不多 他虽然也是泰山守山人 不过也是机缘巧合进去的 而且属于外山的 好多事情也是一知半解 只能大概说说 我问他 泰山也分内山 外山吗 他点点头 当然分 我问他 南内山 外山 是按照山的地域 高度分的吗 还是按照什么 他摇摇头 说 不是按照山分的 是按照 按照 到底是按照啥呢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就说了 自己怎么误打误撞 成为的外山守山人的事情 他说 自己小时候 曾经误打误撞 进去过一次泰山内山 当时自己还小 也就七八岁的样子 当时他跟着大人去山上砍柴 结果砍着砍着 灌木丛里窜出来一条大蛇 吓得他掉头就跑 结果没跑几步 一脚踏空 就朝着山崖下摔了下去 他当时想着完了 自己肯定要摔死了 结果没想到掉到半空中后 身体下落了一段 他乱抓乱踢 不知道抓到了什么 身体像落到了一层厚厚的薄膜上 软塌塌的 把它给接住了 他起身一看 发现自己像是到了一个山谷里 当时是寒冬 山谷里却是春天 百花盛开 温泉流淌 各种从未见过的绚丽的鸟 在天上乱飞 他印象中最深的 是那里有一棵巨大的桃树 上面揭满了巨大的盘桃 每一只都有盘子那么大 坠得枝头滴滴的 而且红艳艳的 香气扑比 他心想 咦 大冬天的 哪里来的桃子 这时就有人出来 发现了他是两个姑娘 一个穿着青色衣服 一个穿着白色衣服 青色衣服的姑娘就很吃惊 说这个孩子怎么进来了 这可怎么办 白衣服的姑娘说 趁着没人看到 赶紧给他送出去 两个姑娘就把他送了出去 从山谷走出去 出口处在一处山崖旁 外面有一棵很老的松树 临走十千万叮嘱 让他千万别和别人说 这个秘密 曹树默默藏在心里 谁也没跟说 不过他从此知道 这个世界上真有修行之人 也有传说中的仙境 他对这些越来越着迷 后来就在山脚下的道观拜了师父 做了一个道士 再后来文革来了 他因为搞这些封建迷信 被当成牛鬼蛇神批斗 他连夜跑到老松树那里 拼命磕头 求神仙姐姐救命 他磕了很久 就听见对面传来了一声 轻轻的叹息声 那个声音仿佛离他很近 但是他抬起头 却什么也看不到 正在吃惊时 就看见身前的空气 突然泛起了一个涟漪 接着空气里探出李之手 伸手拉住了他 把他往里拉 曹叔说 进入内门的感觉非常奇妙 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 像是进入到了水里 又像是山顶上 身上都是呼呼的风声 仿佛过了好久 又像是一瞬间 接着眼前一亮 就到了那里 他进入了内门 发现还是那个地方 那一棵结满了 红颜颜盘桃的老树 以及那两个穿着白衣 轻衣的姑娘 我忍不住问他 那里的人有什么特点吗 曹叔说 那里的人永远不会老 他扭头看了看高老头 说和你们那里一样 我心里已经 茫然想到 我认识高老头 都二十多年了 他好像都没变过样 曹叔说 那里好像没有时间的概念 你有时候觉得 待了很长时间 其实只有世俗界的几秒钟 有时候你觉得 短短几分钟 外面可能就过了几十年了 古人说 山中方十日 时间一千年 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内门的世界 我很好奇 不过曹叔很谨慎 不愿意多谈 只说自己在那边待了没多久 两个姑娘就把他送出去了 等他出去后 发现文革已经结束了 道观也早就坍塌了 家里人都以为他死掉了 他就说了个谎 骗他们说 自己跑到安徽那边 投奔了一个朋友 在那边待了好多年才回来 我问他 那你们在外山守山 主要守哪些呢 他说 其实也做不了什么 就是逢年过节 别那边送点果子 偶尔也有爬鸡 烧酒 他说 现在外山不行了 据说古代的时候 帝王经常来泰山封山 泰山 想要承接一缕龙卖气韵 得到点启示什么的 都需要通过外山守山人 才能联系到内门 现在不行了 现在都是游客 一个个像猴子一样乱窜 多说几句 搞不好被录个视频 告到派出所说诈骗 我问他 那泰山和孔灵有什么关系吗 高老头抢着说 没关系 啥也没有 我又问 那你们怎么认识的 曹叔说 就是在内门里认识的吗 我还想问 高老头就拼命咳嗽 制止了曹叔 曹叔就说 关于泰山龙卖的秘密 他就只知道那么多了 有机会 可以带我去 那棵老松树那里 他试着喊一下门 看看是否有机缘 进去看看 起码能看看仙女姐姐 我说 好啊 心想却想 什么小仙女姐姐啊 搞不好比我奶奶年纪还大 我才不看她呢 我叫我 写不见到 写不见到